目前一堆颱風在台東降下豪雨 變成像綠色隧道道路也瞬間變成了溪流 造成許多民宅淹水 雖然颱風過後積水也退去 但竹人擔心未來淹水情況會再發生 只要雨量過大的時候 就幾乎就是一直淹水 原本淹到我們部落前面這個紅綠燈的路口 可是一直往下 現在好像都已經衝到南網那邊去了 竹人表示 部落周邊的排水系統 已無法附荷超大雨量 不只造成淹水 許多路面也出現掏空下瀉的情形 要求政府及民意代表能盡快協助改善 而都位縣議員及縣府团队 21號也到現場會看 希望盡快找出方法解決淹水的問題 這幾年幾乎都是每逢大雨必淹 所以這幾年我們一直很盡情在爭取說 能不能我做棋域排水 可是在非都市計劃區 又不能做棋域排水 只能做自三反紅的計劃 事實上這邊是有必要的做一個截流 截到台東市區域排水 雨水下水道 希望三館旗下盡快解決暴雨淹水問題 原資新聞 文章 下個特地本台東北南城報導